在自媒体有哪些领域可以选呢 小豹同学昨天晚上刷了很多视频 为大家总结一下 看一下眼睛都有红血丝了 大家点个关注 开始跟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游戏领域 不要小看这个游戏领域 昨天小豹同学扒了一下平台上 总粉丝量排名前100的 然后起码有30%到40%都是游戏领域的 这个很牛吧 都是400万呢300万的粉丝这个级别 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如果你比较喜欢玩游戏的话 你可以做游戏主播 那怎么做呢 比较简单的就是 你平时自己打游戏的时候就录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你打游戏你不录的话 你可以打完之后可以生成一下战报 打的比较好的战报 你给它上传一下 配上一些讲解也是ok的啦 第二个就是娱乐领域 可以讲一些明星八卦呀 一些热点啊这些都可以 但是小编比较建议大家就虽然是娱乐领域 但是可以深耕一下 比如说小编之前看到过一个号 它就是专门写明星 不管你是一线明星二线明星 大明星小明星十八线明星 抓到一个它就给它做一期相当于专访一样 就这一期专门就讲这一个明星 这就不得了了 你想中国有多少明星呢 那我每一个明星都做一下 我这个号就基本上内容根本就不愁了 垂直度也很好 然后它的粉丝也是接近十万吧 这个号的名称我有点不记得了 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第三个是影视领域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比较喜欢看电视电影综艺 大家看的过程中可以把比较喜欢的片段给它弄下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做自媒体 我们弄的是短视频平台 然后那些电视电影 然后综艺节目 它是属于长视频 这个短视频和长视频之间存在版权问题 平台也有发出来这个通知 大家需要规避一下版权问题 第四个就是美食领域 如果你自己本人比较喜欢做美食 比如说你是厨师 或者是全职主妇 或者你比较喜欢在外面接拍一些小吃的制作过程 那你可以做这个美食领域 也是比较有前途的 第五个科技领域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比如说小米啊腾讯啊 还有一些通用啊汽车这一类 他们这高科技的升级互联网啊 这些都可以关注一下 你在关注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习了 然后你也可以整理一下里面的资讯 做一个分析 然后做成自媒体发出来也是可以的 这个题材也是很丰富的 第六个文史板块 也就是文化和历史板块 比如说历史 如果你对这块比较感兴趣 你可以做一下历史人物 古代发生的一些著名的事情 古代史近代史都可以做 或者古代的一些有名的战役 这些都是题材 这些很多人都很爱看 然后说到这里了 先喝杯水 休息一下压压经 第七个数码领域 比较关注那个新机啊 比如手机啊 小米啊 华为啊 苹果这些他们发布了什么新的机器 做一些这种内容 或者做一些教程 比如说怎么修手机啊 怎么选二手电脑 二手手机 这些视频看的人也很多 或者是做一些使用教程 比如说你苹果电脑怎么使用啊 有一些什么小的技能啊 也可以 财经领域 对财经是件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或者在这块从业的朋友 可以做这个领域 给大家推荐两个号 一个是围城财经 第二个是光源看经济 还有很多的优秀的号 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 第九个育儿板块 如果大家家里有小孩啊 或者是从事教育行业 可以做育儿板块 给大家推荐两个号 一个是多多霸育儿 第二个是凡灯 你像这个多多霸育儿这个号的话 小编是从他只有几万粉丝 到现在已经有几十万粉丝 一路看过来的 这个育儿领域还是很有前途的 第十个就是vlog领域的 就是拍下你的生活呀 记录了 但是千万不要拍流水账 要把平时的生活体炼一下 它有什么亮点 然后再发出来 不要像流水账一样 这样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看的 虽然我们选的领域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只能发 这个领域的事情 平台的要求是要有60%的内容 是你这个领域的 不低于60% 你100%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美食领域全部都拍 做美食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低要求是不能低于60% 那你的垂直度是ok的 你的缓马甲就会一直穿着